来自三大阵营的候选人和支持者 今天一早就聚集在文东大街 一路游行到位于文东市议会的提名中心 就在选委会即将公布结果时 伊斯兰党和国阵支持者在场外互呛 直到警方介入才平息风波 但就在国阵候选人刚上台不久 等待公布结果时 风波再起 台下希盟支持者高呼要求留开墙 出示身份证 以证明他的地址确实在彭亨州 最终选委会在延迟超过一个小时后 才宣布所有候选人的名字 刘开强也顺利保住竞选资格 但在选举官宣布候选人的名字时 希盟候选人纷纷摆出了交叉手势 一手拿着选举法令书 一手拿着身份证抗议 也是州候选人的彭亨元任州务大臣 纳多斯里安南耶古则解释 刘开强的身份证经片内的地址已经更换 并表示一切交由选委会 这起风波也让国阵文东国席候选人 廖忠来遭持育之殃 马华总会长新闻秘书林昭尹指出 黄德在完成提名后做脸书直播 里头还传出不明人士高喊 要廖忠来拿出身份证 让不少人误以为廖忠来没带身份证 蒙上不白之冤 马华已经就此向警方报案 林昭尹认为这是文东假新闻的第一波 黄德本人和做脸书直播的管理人 必须为污蔑廖忠来负上全责 NTV7 综合报道